说起美丽常常要与女性联系到一起 古代有四大美女 饱受争议的赵飞燕 世代称颂的王昭君 义勇悲情的貂蝉 命运多舛的杨玉环 虽然命运不同 却都有碧月修花园之戎 沉于落雁之帽 在史记中有一个美燕绝伦 连同傅义母的哥哥都抵挡不住她的美色 丈夫死后 同时和国君和两个大夫通奸 国君因此被杀 国家被灭 一代英主也差点败在她的石榴裙下 把她赐给大臣 大臣战死后 他儿子就不顾伦理地占取了他庶母 后来被送回母国 年过五旬的他 居然让一国重臣 为他私奔导致权足被灭 一怒之下 这位大臣就让儿子去交给别的国家车战兵法 让这个国家雄起 其中有九个男人因他而死 号称沙三夫一军一子 王一国两清 是真正的红颜祸水 这么大的杀伤力是谁呢 他就是夏基 那么夏基是谁呢 他是个怎样的人 剑谷已开金 历史不仅是彷徨者的向导 也是百味人生的汇集 关注圣历史 带大家品味百味人生 历史名人的有趣故事 夏基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位公主 出生于楚城王三十一年 他的父亲是郑武公 母亲是郑国公的少妃姚子 与夏基一同出生的还有一个男孩 名叫和 郑武公心中非常高兴 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刚好凑成一个好字 侍奉在郑母公身旁的人问郑母公 主公 这又不是您的第一个孩子 为何如此喜悦 已长年不见主公如此喜悦了 郑母公也只是简单说 吴金德以好字 自然喜悦 夏基有着无人能及的美貌 人们这样评价他的美貌 说他 生得峨眉凤眼 兴眼淘散 他的眉毛是峨眉 这种眉毛是古代女子 非常喜爱的一种眉毛 就像残鹅的处须一样 细长而又弯曲 这种眉毛在唐朝是被称为桂叶眉 张虎描写这种眉毛是 雀咸之粉无颜色 淡扫峨眉朝至尊 称赞这种眉毛 能将一切之粉比下去 拥有这种眉毛的人 如果查之粉 恰恰是一抹败笔 可见 夏基的美貌 从美貌开始 就被人羡慕了 更不要说凤眼 陶塞 这也难怪他会和西施 貂蝉 王昭君 杨玉桓一同争艳 然美人不美 夏基的婚姻和个人真操 却并没有他的美貌那样 让人羡慕 反而是人们避之不及的 夏基少年时 以知晓成年男女 闯为之事 他生性放浪 长着一双寒情性眼 面颊粉嫩如桃花 但凡见过他男人 没有几个能不动邪心的 他年仅十二岁时 便和同父异母的哥哥 公子满丝混在一起 两年多以后 公子满莫名其妙地 突然身亡 也是传说 夏基秘密学习过采阳补音术 他在行房事时 对公子偷用此术 公子因而暴亡 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 虽然郑国人不保守 但夏基在如此小的年纪 和树兄私通的行为 仍令他们瞠目皆舍 他的父亲郑母公惆怅万分 把他嫁到异国他乡 给陈国大夫夏宇淑做妻子 夏基成婚后 不到十个月生下一子 名下指书 夏宇淑知道儿子可能不是自己的 他迷恋夏基的美色 并不做计较 可见夏基果然是妖极衣美 能让男人不在乎 子嗣传承以及外人议论 夏玉叔和夏基 共同生活了十二 三年 在男人的黄金年华患病去世 夏基成了寡妇 夏玉叔的死 纵然令亲人非常痛心 但是拥有常人所能及的美貌的夏基 成为了寡妇 却是许多人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这也就意味着 任何人都有可能得到夏基 楚庄王三年 此时的夏基 已是年过三十的妇女 但是却未曾减少一丝风韵 岁月好似从未在他的身边停留过 这让当时爱慕他的人 对他更是渴望 以至于认为家中年轻的妻子 不如这个年过三十的妇女 夏基不仅赢得了年轻男子的关注 更是获得了许多中年男子的欣赏 而有人却能够鼓足勇气 向夏基求爱 孔宁和一行妇 因经常在主动去帮助夏基母子 久而久之 也就成为夏基短暂的枕边人 不仅行狗且知识 夏基还将自己的私密之物赠送给孔宁 孔宁更是不知羞耻地到处炫耀 这让一行妇也十分动心 为了让夏基迷上他 他私下找到夏基 还用自己求取到的药物 完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 夏基也确实被他迷住 也将自己贴身的碧罗如送给他 不仅如此 夏基还因为他冷落了孔宁 孔宁为了不让一行妇好过 就告诉陈林公关于夏基的事情 本就好色的陈林公非常心动 于是就让孔宁将他带到了夏基的住处 陈林公看着眼前这个孔如雪 偏若惊鸿 宛如游龙 名谋好耻的女子 实在不敢相信她已经三十多岁 荒淫无度的陈林公后来 常叫孔宁和怡行妇一起到夏基家寻欢作乐 他们并不对这件事进行隐瞒 陈国很多臣民都知道他们的荒唐行为 大臣谢志担心陈林公因沉眠女色而一物朝政 上奏书进行劝阻 谢志 此举没劝住陈林公 却惹恼了孔宁和怡行妇 他们联手将谢志杀害 逐渐通小人士的夏指书 看不惯母亲的行径 厌恶来自己家中放浪行骸 花天酒地的陈国君臣三人 陈林公为哄夏基开心 在夏指书十八岁时 封他官位 辞他兵权 夏指书于家中百艳拜谢陈林公 孔宁和怡行妇陪嫁 陈林公赴宴 夏基则没有到场 一轮酒壁 君臣三人乱语起来 言谈间少不了提及 夏基的妖媚风情 夏指书听到怒火丛生 出门召集手下军士 杀回宴席场所 要取三人性命 夏征书将陈林公射杀 而孔一二人逃跑 二人逃跑到楚国后 教唆楚庄王 于是楚庄王决定攻打陈国 活捉夏基 但当楚庄王看到夏基后 决定将夏基纳为自己的妃子 陈国灭亡后 夏基被掠到了楚国 已经宁静四时的夏基的美貌 又迷倒了楚庄王 想那夏基为妃 大臣申公无臣 以此女不祥 不合道义的理由 再加上众多朝臣们的劝阻 楚庄王才放弃了 那夏基为妃的念头 在楚国想取夏基的 可不止楚庄王一个人 大将子反看楚庄王 放弃了取夏基的念头 也想取下那夏基为妾 也被申公无臣劝了 楚庄王后来把夏基 嫁给了楚国的一个 心脏偶的贵族 连隐乡老 谁知不到一年连隐乡老 就战死了 而他的儿子黑耀 连父亲的遗体都不顾 就把树母搂入了怀中 然而夏基的最忠实的粉丝 却是那个曾经劝说 楚庄王放弃取夏基的 深宫乌臣 他设计让夏基 以找回丈夫连隐乡老的尸首 为理由回到郑国 再利用出使齐国的机会去郑国 带着夏基投奔了 楚国的敌国禁国 楚国的子凡知道这件事后 特别生气 觉得当初深宫乌臣 也红颜祸水 不祥之女等理由 阻止楚王和他取夏基 结果深宫乌臣 却取了夏基 就去向现任楚王禁言 结果深宫乌臣的 全种族都被杀 深宫乌臣气愤之下 给子凡写下战书 必令子霸于奔命 并派自己的儿子 到吴国交给吴国兵法 车站 并与吴国约定共罚楚国 吴国就此强大起来 后来在吴楚之战中 吴国打到楚国都城 颖都使得楚国 被迫迁都 这就是史记中队夏基的记载 夏基这得有 颠覆一个国家的能力吗 在古代男权集中的时代 女性地位很低 更有红颜祸水的诅咒 那些长得漂亮的女子 更成了世人的众矢之地 成为霍乱朝纲 覆灭朝廷的罪魁祸首 比如周游王荒淫无道 却把王国转嫁到了一个包四身上 打几在史记中的记载 也只是寥寥几笔 在武王伐咒的誓词里仅提到 咒王听从妇人之言 不去好好祭祀先祖的罪责 也带着些许的牵强 在后世的传说中 却渐渐地变成了颠覆历史 凶残恶毒的女妖了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夏基的漂亮是无疑的 而且会保养 要不然也不会在四十多岁 都会引来无数的追求者 春秋时期不像现在 有那么多的化妆品和保健品 也应该属于不易老的体质 但长得漂亮不应该有罪 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骂名 与女人没有地位有关 更与古代的名人效应有关